今天政論講一條過去週末的A1 因為今天的A1反而不是這則新聞 但是週末有很多人講 大到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要出來講 李嘉誠博士一向都很支持慈善 關什麼事呢 其實最主要是要賣白階而已 還有一間公司賣白階而已 不需要每次去到李嘉誠那裡 當然最後可能發販都要靠他 的確是一個商業決定 但我們要用《解困新聞》去看 最重要是先找出困之所在 很明顯困之所在 就不是李先生的 可能他在想哪個老闆 他被人拍到他困在家裡 自己打哥爾夫 但真的困的 我相信職工人會找了 有很多白階的員工向他接觸 對 就要確認由這個屈臣市 轉為白階 以前老闆的屈臣市 很多人都很擔心 是呀白階了 這樣吧 接著去白階 真的是PK 不是呀不是呀 沒有這個意思 原本是屈臣市 突然轉為白階 白階 白階 其實是 他們很擔心 因為擔心 好像賣豬仔一樣賣掉 但是 我經常都在想 大家在白階工作的人 我想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很多都會覺得有這樣的認為 是呀 李先生當然是刻薄的員工 那些員工又做到好像很慘 又加時又沒有補水 然後人工又偏低 又做到趴在那裡 就是換了怎麼辦 沒有了一身老闆 他沒有啊 那不捨得他 那不捨得他做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很開心 大家熱力暢飲 然後大家齊齊快點簽了 但我又想 我又聽了一段消息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誰有能力買這件事呢 其實假設要買才算 那誰有能力去買呢 我們上個星期 一定不是衛康 因為現在有這個競爭法 沒有人買光的 那就影響競爭法了 而且我覺得我是衛康 除了競爭法不買之外 其實我是不會買另外一半的 因為這件事是比較蠢的 我純粹從極有去想 有兩個做對手是剛剛好 你辟除第三者最容易 所謂duopoly duopoly就是很多時候很容易處理 你見到很多東西 最後發展都逐漸邁向是這樣 譬如一邊叫Nike 另一邊叫Didas 然後Puma和Ribble都沒有拍攝 但是他們兩家人在鬥 其實很清晰你的對手 其實做生意最害怕是甚麼 不知道對手是誰 隱藏對手 還有隱藏對手是很麻煩 現在很清晰 白街就是我的對手 他很開心 但問題是 即是火候可樂 就有百事 Nike和Adidas 你監察就只有一個人 整個市場都很清晰 所以衛康就必買了 但這就是 內地 就是誰現在 上個禮拜說過有懷孕萬家 雖然現在懷孕就頭赤一些 顧客是下座的 所以 我們現在是等賓水 那不止 如果你看看內地有幾間大超市 他們都在香港沒有Food Hold 即是沒有踩一隻腳來香港 譬如說家樂福 譬如說玉爾瑪 這兩間都有機會可能是 Dap 但據聞大陸想Dap他們 所以 都是複雜 但我只是想說幾樣 如果你用解困新聞學去看這件事 你覺得很困惑的話 除了去了解這個商業決定 這個純粹是商業決定之外 第一你要做的事就是 是不是可以理解一下 甚麼叫商業決定 即是如果你 職工民除了說他們有來求助之外 他是不是可以開一個 被人收購的時候 一般會經歷一些甚麼步驟 解釋給他聽 你有機會 你控制不了怎樣買你的 因為你也是公司的一部分 通常M&A Merger and Acquisition 會經歷幾個步驟 現在就在哪個步驟 接著就在哪個做 就講一課 是不是 很多人肯跟你說 這麼多財經演員 很多人願意跟你說 這個我想是最簡單可以解困的 第二個解困的就是 波羅你也說了 其實一向都說 八家克薄員工有這個說法 至少員工和工會方面一向都有這個說法 現在是否一個上街的機會 就說 其實他現在轉換這個工作條款 你就簡直是要求 要不就不做了 要不就不簽 要不就不簽 如果不簽 就看看他炒不炒你 他炒你 他補回一個月 補回一個月 可能更順利 對一些員工來說 轉去另一間做 或者找不找到工作 我覺得整天不要將自己受害者化 受害者化 就是英文 victimize 雖然這個受害者化都是歐化句 都是不太好的字眼 但他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作為一個勞動力市場的一份子 你也是有權選擇你的僱主 你可以在市場上自由浮動 這麼多根招到市場 除非你說 我真的很愛白街 我不做白街 我都不知道裡面都口 現在白街這麼對 除非你是這樣的 昨天有人這樣說 員工也有份contribute 有份貢獻公司 而且老實說 如果換了老闆 他看到你這麼愛白街 他怎麼都不會先解僱你 所以 不是啊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如果有一個人 請了回來 新老實 任何的M&A都是 他這些這麼 committed的員工 他不會先剁他 你是哪一天被人先剁他 又沒什麼貢獻 人工又貴 又不是很 committed 這些當然順勢剁你 這些就是所謂企業裡面的肥肉和靜肉 還有我覺得 如果是中資收購的話 以中資收購的關係 一定放心 那個員工是不會有事的 他希望他會盡量低調去做這件事 如果他要剁別人的話 不一定是中資的 假設 我剛才說假設 要做這件事 他一定很低調去做 他對你非常好 大家放心 快要寫衰他 是的 現在時間這麼敏感 不過我自己覺得 除了我們看所謂內部的困惑之外 其實外邊都有一個困惑 你們都提了幾個重點 譬如第一 為何這宗新聞會在這個時間公佈 是幾樣東西加起來 都有人看到的 包括剛才你說的競爭法 商品說明條例 你想想想 覺得新聞奇妙就奇妙在 商品說明生效 翌日就百家說要賣盤 基本上是同步 同步就爆出來 那是不是在說 現在香港陸陸續續過這些法例 所以零售業的環境 根本上他都受不了 要賣掉了 因為我記得阿成哥 都在其中一年的 股東周年大會裡面說過 其實百家是很微利的 賺不到很多錢 換言之他都覺得 做就做不做都沒有辦法 不過現在就說 因為有九千多人 就是員工 所以他就說 可能不賣了他 我覺得 有危有機 如果他叫做 大家罵了我這麼久 說我不是好老闆 我幫你找頭好人家 接了手 可能是 可能是 最後臨離場的時候 有個Happy Ending 我又想過另一件事 其實 政府現在不是關愛基金 又說要防津 又說 不如政府找關愛基金 takeover了百家 就行了 不行 又禮 因為我想過 你真的亂說過 開倉嗎 開倉 食物市場又行 不是 你的意思是 我當你說得通 我當你說得通 政府用關愛基金 賣一百家 將整個百家 變成食物銀行 是的 那就簡潛索的問題 是窮人的銷金市場 沒錯 要拿證明文件 才可以進去買 或者專請一些 或者有個有錢家 或者一個比較窮人家 我們今天想不到 很亂想 基本上 因為 其實還有方法做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如果你看看隔壁 衛康 其實衛康有71 所以便利店和超級市場的業務 都是有在手 現在問題就是 八街 它就和屈臣市有關聯 應該這樣說 那邊是萬寧 衛康 然後71 幾條水都有 這邊只有屈臣市和八街 就去不到便利店的層次 因為有時候 所有這些做物流的東西 或者做零售的東西 最重要是散貨 散得多快 要拿多少錢 在手 如果有便利店作為一個門口的話 一些快到期的貨 是容易散的 現在會不會就是 屈臣市散貨都不夠力 需要找一個拍檔 或者它要賣給人家 是有便利店 起手的 哪個有便利店起手的話 如果你一直推到這裡的話 似乎你的想法都是對的 就是有一些中資的便利店 會不會都是 其中一個想法是 或者是賣給人家 還是說不買 例如日本也有便利店 日本也有很多便利店 想來香港搞 會不會都是借這個機會 會在香港順便做便利店業務 我覺得 現在百家賣盤的走向 反而大家可以看幾個困難 第一 內部的員工 如果真的不高興 那就東加不打打西加 第二 香港的營商環境 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競爭法 令到零售業的環境 現在很難捱 這個值得政府去再想想 第三 就是 誰會買 如果大家想想哪些企業 是容易散貨的 會不會那個 都是成為你的答案 包括最低限度 會不會是你今天做一下功課 看看能否入市的答案 或者是你今天做個好�� 是你一種會 的 評論 你 這麼多